科技界的盛世世界通訊大展MWC即將要登場 在這之前 宏達電的年度飢皇M9 可以說廣告片段提前的完全曝光 那麼現在幾乎可以確定 會延續法斯文的金屬機身 也取消了雙鏡頭 同時M9還會有金銀雙色版本 儘管被網友質疑說 這個外形變化好像不大 但是拍照功能大幅提升 也讓市場大大的驚嚴 銀白外殼撒上金粉 變身晶瑩雙色 原生的雙鏡頭也變成一個大方形 一次宏達電新機皇M9 影片不但清晰 就連功能也全面曝光 一次多點超快速對焦 而且達2000萬畫素的鏡頭 放大再放大依舊清晰 前鏡頭廣角更寬 無人自拍也輕鬆之外 就算在現場很暗 也能拍得清楚 更強調個人化風格 從首頁到圖示 都能說換就換 如果你們在想什麼 看起來 就算這些不是碰碎 我們還有一些 全面的影片 想要從這個器材 相較宏達電 LG則是打算在MWC主打機海戰 一口氣推出四款手機 從四吋到五吋都有 但規格不高 主打中低階市場 三環表面設計跟金屬錶罐 搭上多遍的錶帶 LG的智慧錶 則是走晶片路線 穿在裝置 機皇大戰 輪番上演 傳出華為索尼 則是推出新品版來迎戰 看來各家不到最後一刻 鴨香寶 還有得猜 東山新聞中央報導